if 后面一定要空一格 然后逻辑判断的条件 冒号这个也一定要 因为常常有同学忘了打冒号也不行 这个是一个固定规则 这个规则如果以它的意思来看的话 应该是如果上面这个条件为真的话 那冒号就是要做什么的意思 所以它可能把冒号当成是 叫做do do something的意思 做什么一定要在下面一行 而且下面一行特别注意 你按enter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缩牌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缩牌没有也不行 如果你这个没有缩牌 你会发现一软 它应该会出现什么 出现马上就有错误发生 他跟你讲说这个地方要一个block 一定要定义后面的 所以一定要按tab 下一阶 这样才不会出错 这个可能一些小细节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今天规则要改 未成年还是未成年 然后成年的话要分成几个等级 比如说18岁到30岁是青年好了 然后30岁以上的到65岁是壮年 然后65岁以上的老年假设 不过这个你们可以再去变动没关系 因为现在的人的年龄 感觉其实还蛮浮动的 对因为年龄很 有些也看不出来保养的很好 其实没什么影响 所以外表的年龄并不重要 主要是我们心里面的年龄 要长保一颗赤子之心 要有热情 那佛的感觉就没有动力了 一直要想说到底自己要做什么 自己要做什么 佛的话真的 我发现一定要有动力 佛的话真的佛的感觉好像 虽然我们已经可以达到那个 借退休的状态了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一直想要自己赶快退休 不然退休真的太无聊了 OK 因为坦白讲 其实我目前的状态 其实是可以 那个 就是 有点可以退休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能 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 那要干嘛 去日子 去日子 要干嘛 总要做一点事情吧 总要有个动力 因为你 后来发现其实 总要有个目标 我觉得还是不断要学习 不断要教学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你们将来如果看到我 应该我大概70岁以后 还是会这么有活力的在这里 还是一样 坚守这个位置 但是前提还是要不断自己进步 不是说我就在那边老屁股一直坐在这里 然后那 对 也不行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我这边 刚刚其实也没有特别 我的那个教学影片 有没有 其实就是我的活生生的有历史 你们你们可以Google 那个我的那个教学YouTube频道 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影片 它还可以按照什么 我常常蛮喜欢按照它的顺序 最热门最旧的 最新的 你看最旧的 你可以看到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哇 这现在差没有很多了 刚好有同学说 老师你变瘦了 对我最近有 听到这句话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真的有在努力的在运动 只是说 但是其实到这年纪说 真的要瘦真的很困难 因为你真的很努力在瘦 但是你真的瘦不下 因为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谢的关系吧 你想要瘦 你可能也不像年轻人 想瘦就瘦下来了 OK 但是我觉得健康最重要的 还有心情上的调试 还有就是说 一定要努力的找一些事情 让自己也不是很忙 那就是调试那个时间 然后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最重要是健康 因为我觉得 说真的一个人在有财富 说真的你没有健康 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看太多那种 就是说 健康出了问题之后 很快就拜拜那种 尤其是那种很认真的老师 像我之前就是很多身边有些老师 真的很认真 但突然有一天看到他的FB上面 他的家人帮他po了讯息 说他再也不能在这边跟大家 之类的 OK 当然就会有一点 对 有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OK 那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多年前 我看 这应该11年前的 13年前的 好像还有更旧的 只是有些我把他没有把他放上来 OK 其他的话 如果你们想看 比如最热门的有哪一些 或者是什么播放清单 像有些影片 我没有全部放 但是有一些 你们如果想要看的话 过多少这里面有些还蛮完整的影片 或许可以拿来参考 像VBA部分 如果你前面VBA还没学到的话 或许耳如目染 有时候可以把这边稍微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回到刚刚这部分 如果我要做一重判断就这样子 两重就是多一个else 那如果我多重的话 就是要把什么 把这个else再做区隔 成年部分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区隔 接下来的话if 在第二个条件 特别是说 如果你第一个用if 可是第二个记得用elf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如果我的条件 假如是h h怎么样 他如果是要大于等于 应该大于 大于 要包含等于18 而且 所以后面的话要用end 而且h 怎么样 这个年纪小于等于30好了 包含30的话 冒号 enter一下 那就是表示他什么 他是青年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这个复制贴过来 我现在按托拉加Ctrl键 然后呢 这边就改成什么 改成青年 所以把这边 青年 OK 好 你可以看懂这个叙述吧 如果这个条件end这个条件的话 意思就是两个一定要同时为tru 如果其中一个为tru的话 不为tru 然后再来的话呢 状年 状年怎么写比较快 其实你会发现 状年最快的方式 就是拿上面的程式怎么样 拿来做修改 也就是说呢 只有开头是以弗 之后的所有的其次其次其次再其次都是叫L以弗 对不对 也就是一个逻辑叙述里面不能有两个 两个以弗 这就错了 一定要只能一个 其他的话就把这个复制贴过来改 所以我习惯选取拖拉加Ctrl键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如果大于30 大于30 如果30的话 那就等于 所以这边应该改什么 大于30 那就31 而且怎么样 小于等于65 那就是变成什么 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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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切一下 好 那反之的话呢 再来的话就大于65 所以其实当然底下你可以再写 L if H 大于65 不过 其实你写else就好了 因为除此之外 剩下就没别的 所以你也不用再叙述 但你如果要写那样也可以 结果一不一样 也一样 只是说写这样会比较简单吧 除此之外的话 那这边剩什么 剩老年了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老 老年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我刚才改 改几个地方 如果我输入了 如果我输入20岁 那应该是青年 OK 理论上应该没有错 不过我这边的话 其实你想说老师那我如果不用else 我用刚刚那个方法 其实也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冒号 那如果我不写上面的方法 前面加一个紧字号就注解 写下面这个方法的话 结果跟上面一不一样了 其实上面写法跟下面的写法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看得懂意思吧 那只是说哪一种写法比较简单 感觉好像下面的写的比较少 可是说真的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写上面的写法 比较容易解读 对对对对对比较容易解读 那下面的写法比较精简 可是有的人就习惯写下面的写法 OK 两者都可以 就主要了 就看你个人习惯哪一种写法 OK 额定 这不是没有强制性的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书上写的程式 虽然可能解的是一样的 可是每一个人解出来的都不一样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要觉得说 奇怪为什么到底是哪边有问题 其实谁错谁对 没有没对没错 反正你写的顺都是对的 而且最后不要有bug OK 所以特别最后我这边顺便叙述 因为之前有同学有问这个问题 他说老师为什么其他书上写的跟你讲的不同 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问题 我跟各位讲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写法 没有关系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写一个自己觉得顺眼的写法 就是好的写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这个部分的程式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二个单元的第几页呢 第六页部分 就是这一段程式嘛 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啦 int这个一定要转型 如果没有转型哦 那这个input过来的东西哦 那就会出错了 OK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变化哦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其他的题目哦